日儿,宝宝腐蚀如何添加? 过来人四个原则和十个技巧分享大家, 值得收藏,宝宝腐蚀如何添加? 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,其实困扰着很多妈妈。 所以,今天对这个问题做一个详细而全面的解答, 希望对有需要的妈妈们有帮助。 过来人的经验,原则一,添加的量,又少到多, 原则二,添加的品种,有一种到多种, 原则三,添加的浓度,游戏到愁, 原则四,添加的形态,游戏到处, 让宝宝吃腐蚀的十个小技巧。 一,娃娃吃的时候,我们会尝试一下, 大人吃他的食物还要吃得有趣, 他看着就慢慢有胃口啦, 如果第一招不行,我们会给他拿他自己的餐具, 有时候用他愿意用自己的勺子, 自己吃或者用手吃。 反之,大人为他是不愿意的, 二王和大人一起吃饭, 要撑着餐里吃饭的好习惯。 三,多弄娃自己吃, 即使他会弄脏, 多收拾就好。 四,多问他要不要吃, 想吃, A,还是吃饼。 五,在他饿了的时候给他吃。 六,少吃多餐点是可以的。 七,娃娃你吃东西不要拒绝哦。 八,一岁后要开始刷牙卧。 九,多做记录。 腐蚀之所以叫腐蚀, 是因为其只是起到辅助作用, 一岁以内的宝宝应该以买为主。 若要小而安, 三分鸡语寒, 吃饱的标志, 摇头, 催泰, 紧闭双嘴, 吃饱了就不能再逼迫, 要成良好的就餐习惯, 做餐以上吃, 不放任何玩具, 小心翘道, 吃饱吃不要围观他, 容易让他分心, 吃妈妈经常吃的东西, 一样一样添加, 最好在早晨添加新品种, 计量吃新鲜的食物。 一岁以内不吃银不吃糖吃腐时候, 记得给宝宝刷牙, 如果找了牙齿, 可以用纱布或者棉织筋清擦牙齿表面。 吃腐蜀后, 需要观察偏偏有无过敏出血现象, 但是出现食物残渣是正常的, 比如吃了香蕉会出现黑血, 拉出胡萝卜, 西红柿, 菜叶等, 吃腐蜀后, 偏偏会变得很臭, 估计每个爸妈都经历过被宝宝的食尿给薰紫的阶段。 吃腐蜀后, 要试炼喝水, 防止便秘, 慢慢偷进一日三餐的时间, 一定要吃主食, 这样才能长肉, 外出尽量自带米粉, 磕带上研磨碗, 吃水果, 继续观察宝宝身高体重增长。 只要沿着以前的生长区间就没有问题, 六个月后, 宝贝会慢慢拉长, 不用太担心, 没有人天生会做父母, 日儿也是一门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课程。 这里有更丰富的育儿博点, 更正面的科普知识, 更走心的育儿睡前故事。 我是百万妈妈的选择, 目前从事育儿堂业五年, 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